明星侠价值42亿的豪宅发生了意外火灾 大伙连绵了8个小时 火光却意外照出他家的真实家底 难怪不谢行李员80亿的分手费 再晚年写书曝光自己婚类的特殊癖好 也毫不在意丈夫会不会生气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娱乐矿工 挖你不知道的料 本期我们一起走进明星侠退休后的时光 看密他的真实婚姻生活 明星侠是1954年出生的天蝎座 可以说是半世纪以来 华人地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第一女神 19岁那年 她在西门厅逛街被心探发现 之后出演了处女座窗外 一下成为万众瞩目的女神 从事业方面来说 明星侠可以说是一路绿灯一路打怪 无论是年轻时候那些高卖座的穷鸟戏 还是到了三十出头 转型中性化 刀马蛋 红楼梦 东方不败 她的任何造型 任何角色 观众就没有不买单的 可她自己却觉得自己没有代表作 羡慕拱义 从这一句话 可以看出谦虚 也可以看出 大美人的美艳屁股下 内心还是一个弱弱的女孩子 在遇到行李员之前 宁清侠和秦翰失缠二十多年 1980年 宁清侠和秦翰传出不伦恋 养人相念时 秦翰是有老婆的 这段感情掀起媒体的大浪 迫于压力 当时宁清侠避走美国 和追到美国去了秦翰伶平婚 可感情的事情真的外人不明白 秦翰伶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 但在宁清侠心里 她始终敌不过秦翰 1984年 宁清侠宣布和秦翰伶结束婚约 重新投入秦翰的怀抱 然而两人恋情长跑了又八年 宁清侠年近四十 还是没能等到秦翰的一个承诺 秦翰感情最艰难时 是宁清侠1991年拍青龙门客栈 后来宁清侠在自己的书 《我哭遍大半个中国》中描写这段过往 在许克的镜头前 她强忍泪水 许克说 是我不好吗 她说 是我的命不好 那个弱小的女孩 又一次在戈壁沙漠 通的出现在这位光彩夺目的女明星中 她和秦翰此生的缘分 也就此画下句点 彼时 宁清侠在圈内的地位已经无可撼动 自己当演员这些年 赚到的钱也非常仍能想象了 或许在一般人看来 她失念根本不算事 大不了再换一个对象 或者自己一个人也能过一辈子 但她最后 还是嫁给了那位黑黑瘦瘦 外形普通的符号 很多人问 是为了钱吗 从她在娱乐界工作的账面收入来看 除非背后有不得已的隐情 普通 她应该是不会为了钱 嫁个心理员 跟秦翰20年的长跑 让她不再年轻 虽然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 和质量上 已经断崖式下跌 而和秦翰分手后 林心侠动了彻底引退的心 她曾在采访中直言 她选择心理员 不仅是因为对方能给她关怀 也不仅是两人对服装话题的共同预言 更重要的是 心理员从来不会理会媒体那些 无凭无据所制造出来的绯闻 她和心理员在一起时 感觉到自己可以完全放松 看她结婚那一年 透露出的气质 是柔美 镇定 欢乐 当时许多媒体 喜欢将心理员和林心侠的相遇 渲染成男方经验与女方的美貌 进而对她一见钟情 这种说法很浪漫 却也不是事实 心理员毕竟是身家百亿的资本巨额 眼界和阅力都不肤浅 单凭外表爱上一个人 不太可能 她在一开始 看中了只是林心侠的才华和能力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 林心侠就是一个演员 可实际上 林心侠的身份很多样 她不仅会演戏 还会写书 搞创作 尤其擅长写瑞评时装的文章 一遇闲暇 林心侠就喜欢写些东西 然后往一些杂志上投递稿件 其中有一篇关于时装的稿子 甚至被灯载到了美国一家杂志上 而比时的心理员 正担任服装品牌 Ispray的亚洲区负责人 在美国招兵买马之际 恰好看到了林心侠这篇文章 她仔细读完后 被林心侠读到了见解 深深折服 同时 还惊讶于一个演员 竟能写出如此专业的内容 于是心理员暗下决心 要和林心侠见一面 1993年 在许克的宴会上 鸟人终于消失 婚后 心理员靠着自己的手腕 和林心侠的名声 将自己的服装品牌 Ispray 推广到大陆和海外 1997年 心理员豪吃万斤 摔过了Ispray在欧洲的业务 欧洲是Ispray全球版图的最后一环 拿下这一环 相当于Ispray的掌控权 完全抑制到心理员手上 之后 心理员又马不停蹄地 对Ispray进行重组 并更名为 思杰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在香港上市 2007年 思杰环球股价 飙升到133港元一股 市值达到1700亿元 心理员的身家也水涨船高 银扬海外 那段时间 是心理员最得意的时期 也是林心侠演员生涯之外的 第一次高光 媒体即向报道 父亲两的惊人成绩 尤其对林心侠不宁称赞 说心理员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林心侠光不可没 反而 对于外界的这些赞许 林心侠的表现却十分淡定 作为心理员的枕边人 别人不清楚 他却深刻的明白 心理员跟他的婚姻 参加了多少利益和投资在里面 可以说 早在跟心理员成婚的那一刻 林心侠就知道了 自己这辈子要选择爱情 还是面包 他将婚姻当成了一项事业去经营 跟老公一起从中得利 至于感情 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而也正是因为保持这样的心态 林心侠才能在后来丈夫 深陷出轨风波时 表现的那样淡定自若 那么开头的问题来了 和心理员结婚这些年 林心侠都拿到了什么 第一项 自然还是金钱 林心侠和心理员结婚时 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新闻 说到林心侠喜爱赌钱 可能输了蛮多 但大美人的灰金如土 大家都没有觉得奇怪 就算全部身家输掉 一转身 一个云万富豪 就变成他的群下之身 对于很多人遥不可及的富豪生活 对林心侠来说 简直就像弯腰捡起一块钱那么简单 所以他捡起了心理员 林心侠也曾在访问中坦诚 嫁给心理员 是因为他对他无不满足 就是要贴上了星星也会给 林心侠被烧的42亿豪宅 就是其中之一 这栋豪宅 是2006年 心理员送给林心侠的生日礼物 即20周年结婚纪念礼物 当时港媒称其为奢华皇宫 豪宅占地5万英尺 换算一下就是4645平方米 其中有一个占地3万英尺的花园 前后有两座宅子 占地2万英尺 而这次火灾 我们也看到了林心侠 享受的是怎样的生活 发生火灾时 有18个庸人抱着宠物狗逃生 比一家小公司的员工人数还要多 另外这栋豪宅虽好 林心侠自己却并不常住 发生意外时 林心侠就在其他地方 第二项就是亲情 行李员的前妻张天爱 说林心侠是100个赞 行李员的前妻是一个大女人 在香港做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和行李员离婚后 还三婚散离 相当潇洒 如果大家对她感兴趣 可以在评论区扣一 我们单独出一期 和行李员结婚后 林心侠生下两个女儿 还成为行李员前妻女儿的继母 虽然都说继母继女关系难搞 但林心侠十分得心一手 几年前继女结婚 生下了很可爱的宝宝 作为外祖母的林心侠 对待这位继女 一直失落轻生 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代 也疼爱有加 前段时间她被拍到镜照 仍然潇洒挺拔 女神的模样 这和和谐温馨的家庭 分不开关系 她自己也说 晚年最爱 就是白天在家打平方球 晚上和女儿 以及小孙女打麻将 第三个便是事业 和行李员在一起后 林心侠就退出了演艺圈 但她并没有在 优渥的生活里迷失 而是从头开始 认真的开启了写作之路 从纪念好友的文章 沧海一生孝 陆去写了不少专栏 2010年 有了大把时间去写作 出版了第一本书 窗里窗外 今夜两岸三地 作家琼瑶称赞 虽然知道她一直在写作 但没想到写得这么好 2014年 60岁的林心侠 在出新作 云来云去 她在自取中写道 人生很难有两个甲子 我唯一一个甲子的岁月 出了第二本书 当时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也好跟大家分享 我这一甲子的人 是 物 书的封面 是她一袭黑衣的侧面照 优雅从容 云淡风轻 在书中 林侠自曝 曾给男闺蜜发火照 了解她与各色男人的交际关系 虽露骨 却透露着满满的天真 曾有很多人 为林心侠唧嘘探玩 说她前半生情怒坎坷 遭遇父亲汉 伤透了心 后半生女神 嫁矮凑伤人 还要受被虑了的了性 但在我看来 林心侠一辈子 活得蛮酷的 她像一只贵妇养的波斯猫 只要顾虑 是思考什么极品的美食 更好吃 为了一点小情小爱 飞飞老子 然后随意躺在波斯地毯上发呆 前半生用力爱过了 后半生专心花钱 小舍生活 写写书 明淡风轻 满打的 如今的林心侠 身上洋溢着 这婚姻早就破罐子破摔的随意感 对自己与生俱来的美貌 也无所谓挽留 越火越中性 越随便 她的人生 从来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就够了 不是吗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 不妨点个订阅 记得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